外星影聚焦消息 这是饱受家庭丑闻产生的艺人张韶涵 他在最近开始复工拍摄新歌的MV了 大言活动也是邀约不断 将来还打算要开拍武打片呢 而谈到家庭问题 他也希望外界能多给他一点空间 慢慢从家庭纠纷的阴霾走出来的张韶涵 开始复工为新专辑宣传 代言活动更是邀约不断 不在意负面新闻的攻击 张韶涵调整脚步要重新出发 很多人也会觉得说 不知道到底物理看花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还是觉得家里的事情 还是真的留给自己去解决吧 看来家务丑闻暂时落幕 张韶涵加入了抢劫行列 不仅要当代言人 也要准备开拍电影 因为之前都演过很多像爱情的戏剧也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晋升这个大荧幕的话 想要有一点就是挑战 然后演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电影出女兽张韶涵想当女达仔 又用工作来当作自己最佳的疗伤工具 有时候都有拍了好多套